我們高興邀請到陳其國教授 他在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器的教授 他長期在關注桃園、皮糖相關的異議 那我們這次就很高興請他來為我們接下來的隨隨活動 來做一個類似增長大家知識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要歡迎教授來回我們朋友 來進展演講吧 謝謝同學的介紹 也許你看我這個頭銜就乖乖室內設計器沒考驗 其實考驗你滿多的 剛剛你們的主任來跟我打招呼喚 我在國家公園待了十年 跟主任剛好當國家公園計畫部 我知道各位同學很多生理師 所以我在國家公園很多你們的學長或學姐 也很多生理師畢業 現在在當國家公園的一些重要的主位 當部長的也會當一些主長的人 那葉思文不是啦 葉思文不是 OK 好 其實看到你們 剛剛走在走廊上看到一些登領的東西 其實有說是滿親切的 因為在十年之內常常去各國家公園 特別高山型的國家公園 很多人都會分離 那也承諾各位 台大的一些畢業的校友 他們現在都在國家公園裡面 幫他們做一些簡單的介紹跟什麼 我覺得 喔原來台灣的高山的生理分成兩個派系 一個叫做台大生理系的派系 另外一個叫中興大學的生理系的派系 反正就不講那些東西 回過頭來我們在講這個 你們今天找我們叫水水台灣 其實水水台灣 以前我們現在的科技部 以前叫國科會的時候 我也曾經主辦過那個水水台灣的整個科技教育展 那個整個計畫是我籌理的 然後好像就在你們那個火動中心 這個站不然做的站 還是在哪裡站 我有點忘掉滿久以前的 那回過頭來再講 其實我在室內生理系就是一個工作兒 那我本身是學界 其實我在界讀的領域研究 是台灣的城鄉的環境 所以我本來就非常關心台灣的鄉村跟都市裡面的風化等等 不管在文化職場的保護運動 不管是環境保護運動等等 我的死黨就是林子玲、詹順貴、徐世龍 你知道我在幹什麼就這樣說 因為我在中原大學任教的緣故 其實跟蹄塘發生淹緣也差不多1990年開始 滿久的對不對 為什麼會注重蹄塘? 也很奇怪 它會那麼久以來就沒有人去 沒有人看到皮塘對不對? 那就那一年我本來住台北 每天要到中壹去上班 大塞塞 塞到不行 後來就在草原那邊住下來 然後我們空橋住的地方旁邊就有一些皮馬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一個水池 然後那裡面的旁邊的一些植栽、樹木都很雜亂等等 然後最糟糟就是很多居民 很習慣就拿著垃圾就丟到裡面去 丟到裡面去 那時候沒有什麼垃圾車的收集 大家是滿地就丟在路上 然後到晚上垃圾車再來收啊 以前剛開始好像這樣 後來才有什麼垃圾不落地 他們就垃圾這樣丟 我覺得這樣好嗎? 那我就開始去關心我們周遭的這個地方 奇怪 怎麼在我們住的地方 一口一口的 以前我就知道水池了 面積也滿大的 可是它的動物像植物像其實滿空空的 對不對? 除了被這樣污染了一些垃圾以外 其他都還OK吧 那1999年的時候 剛好有殷言聚會 那時候桃園縣現在是四 桃園縣文化局 他委託我來辦一個叫桃園的皮堂 就是一個桃園皮堂的一個學術研討會 那出資的單位是 出資的單位是客委會 那通常這些長官來 我會想你們那麼快快坐在那邊聽演講 從頭聽到尾 他上來致詞 然後聽一個五分鐘 對不起我還很定有要工就走了 我都很自... 就很... 每次都覺得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結果當天他們派來是一個副主委 姓劉蕩有的忘掉 客委會當時的劉主委 那時候的主委是誰會忘掉 那副主委 劉會副主委還就坐在那邊 哇 我們九點開始五點結束 他連上廁所都很少去 一路這樣停下去 那好的家在那時候 那時候我主辦的訂了很多獎人 大家從不同的角度來詮釋桃園的皮堂 桃園平常的歷史 桃園平常的生態的價值跟意義 桃園平常的社會文化的價值 生態價值、社會文化、歷史價值等等 那場演講讓大家覺得 他聽得很有意思 他下來就是說 陳教授我們特會會來出點錢 然後你們來做調查 所以說1990年開始 我大概花了五年 桃園平常 從人造衛星去看的話 大概有三千口 數量用點的啦 三千口 那屬於兩大水議會 一個是桃園內水議會 一個是施門內水議會 就是說有身分證的 也有編號 面積比較大 大概有八百多個 那我從1999年 2000年 2001、2001 全貨車做五年到六年是編號 我走遍了每一口 這種比較大的皮堂 就是他們有編號的皮堂 就是全部把它做個調查 但是調查是很粗糊 不過經過這樣的調查 有發現 讓我 讓我接下來 第一 我等於摸通了整個桃園 因為為了要看那個皮堂 你就必須去調查 去找那個皮堂 來找的過程中 他覺得順便周邊的社區啦 住家啦 什麼 一些產業環境 都搞得很清楚 當然啦 現在流行的那種 小資深基那種怎麼樣 假如當時有這個東西 我的調查就更有力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到了 那因為 我調查皮堂 雖然是調查了八百塊皮堂 可是在這五六年之間 我因為調查皮堂 深度的去了解桃園的皮堂 桃園 除了皮堂以外 整個桃園縣 除了比較高山的復興鄉以外 只要有皮堂的地方我都重過 對不對 可是我不敢講說 3000口的重過 可是那800口的重過 對不對 所以 我晚上可以在桃園開計程車 我的計程車司機沒有我收 對不對 所以對我來講 我在桃園不用GPS嗎 因為GPS常常把你帶到那個水溝裡面去 我不會 我就靠自己這樣子這樣 這是我對這個介紹 好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就開始講 我們這幾檔 這幾個大檔 我們就要稍微講一下 用按這個 按這個 其實皮堂不能單獨看它是一個單一的皮堂 它不是一口的存在 它基本上我們可以分成幾個系統 一個是住家的部分 聚落 家 還有 那傳統的樓村社會 一定要有一些神明的富有 所以要有一些廟池 對不對 這是屬於住家人為的環境 再來就是它的產業環境 農業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有皮堂 主要就是為了要灌溉 所以它有一個稻田 菜園 茶園 這是它的工業環境 那再來就是它水利工程 就通話形成皮堂的水浸 飲水道 皮堂 那早期是只有皮堂 飲水道等等 晚期兩大水利系統建立一個在日本時代所做的 桃園大菌的系統 一個是十門水庫完工以後的十門大菌的系統 所以就接連到水庫 所以皮堂系統絕對 我常常講叫皮菌的系統 不是單獨一口的皮堂 那些建商 每次在桃園那些建商很討厭 哎呀 那個皮堂 鞋子沒錢 沒有人在建造 我講台語聽得懂 沒有人在建造 吞吞吞吞吞吞 對他們來講都是錢 所以我常跟他們在被抗爭 就在這個地方 我曾經齁 因為我對台灣菜太熟了 朱立倫時代 吞吞吞吞時代 我擔任了不少那位要資 可是就因為跟這些財團抗爭的最後的結果 一個一個被拔掉 一個一個拔掉 包括我的國家公園計畫委員 拔掉也是因為夜市 因為趙成熊在那邊勾結 那我怎麼知道呢 如果趙成熊要在陽明山馬超蓋一個溫泉旅館 我剛好是召集人 我就打死不願意他打 你不讓他過 我不讓他過關 細節你會看天價達至521期 我跟你們幾個台大三大的地質系教授 斷了那個趙成熊的才能 對不對 那夜市本當然特能揚揚 對不對 所以後來又發現 奇怪 我沒有序任 你們組成的功能要你虛任 沒有虛任等等 好 這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系統 對不對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完整來看起來 因為台灣的平常系統就不是那麼單純 它是多元複雜 而且意義豐富的等等 所以 平常變成台灣台地的特殊景觀 是台灣台地在灌溉體系上 有變於其他地區的獨特性 為什麼是說呢 加蘭大軍 加蘭大軍的系統比我們台灣大軍 十蠻大軍是比較大 它混跨了台南市嘉義縣市層的那麼大 它的公開發展更大 我們都知道它的主要工程的推動者是班戀魚 事實上 台灣大軍的主要工程的 那個開始的 引寫的就是七朝城也是班戀魚 那後來因為工作的任務 就直接派到南部去了 所以班戀魚事實上對台灣大軍的新組 也是有它的貢獻 所以 像加蘭大軍 它強調的是水軍 當然啊 他們也說 台南市的皮糖也只有三千口 可是 我要他們說 你的皮糖 有的是遺餌 就是養魚池 跟我們這個是灌溉用的 是有差距的 現在我在跟他們社區大林在訪問這一塊 我們有三千口 真的三千口 他說他也有三千口 因為我常常跟阿魚說 我們桃園是完整的 我們沒有皮糖 有水菌 有水庫 那你們只要只有水庫 水霸和水菌而已 他說沒有 他們也有三千口皮糖 那假如這個存在的話 桃園就不能獨特性了 現在我一直強調桃園有一個地方是 皮糖讓我們桃園覺得獨特的樣子 對不對 好 那加上地形等等 就是他有非常獨特的東西 奇怪 所以 好玩的也就是說 一個單純的皮糖跟他的水利系統 還有他旁邊的家屋 住屋形成起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 桃園有四大族群 主要是俄羅人 閩蘭人 客家人 還有外省籍的 眷村人 還有原住民 那原住民就住在山區 跟皮糖比較沒有關係 其他三大族群 從歷史上來看 他們都有他的關係 現在 皮糖 就水利會 它的影響力比較高 在民國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甚至到八十年 這四十年 水利會 水利會組織 就可以掌握桃園的政治的勢力 這我慢慢就很講 其實他基本上是非常複雜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有地域組織 有社會組織 有產業組 有人群組織 你想要看 我們都是喝同一條水的 我們都喝同一條 只用同一條水灌溉了 我們都人不清 土清的意思 所以在早期 因為我們在同一條水浸 我們屬於同一條水浸 我可能是比較水頭 你是比較水尾 可是我們是同一條水浸 這條水 灌溉的水 假如發生了問題的時候 會影響到你的田地 會影響它的田地 以前當然非常重視 大家用心心力去維護這個水的品質 可是 1980年代以後 桃園縣整個東商業開了起來 農業整個分解以後 龍烏也不在乎 水乾乾乾的就乾 農地最好用汙染 什麼葛汙染 金屬汙染 他就可以費耕 費耕以後 他就可以想盡各種辦法 跟利益代表穿潔有沒有 把那些原本的皮糖 就全部變成漸地 那蠶橋子 蠶鰲仔就這樣跑出來 我看過一蠶鰲仔手上帶了五個專業 錢賺太多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一口皮糖六公斤到十公斤 一公斤是三千瓶 六公斤就是一萬八千瓶 一瓶土地假算十萬的話 哇 多少錢啊 陶芯就是這樣跑出來的 所以讓霸不得 看霸不得那個皮糖被那些河污染 重基礎污染 污染以後環保單位就這樣 這個廢根沒辦法 都沒辦法中 哇 那些人很高興的 所以皮糖到今天變成是一個 不是一個我們講說具有這種社會 文化 生態 經濟上的價值 他只強調他的明破兩棋 對不對 這楊貴怎麼輸啊 栽在他的副縣長去炒皮糖 另外一個副縣長去跟趙純雄勾結 那兩個副縣長都出事了 他這個 他怎麼 怎麼 就人心都是喪失了 這我等一下再講 所以你看每一個族群跟這個皮糖 還有的皮糖故事 像我們的莊妹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陶芸的皮糖很有意思 有水啊 有水師有財 我會這麼講 有水師有魚啦 他們叫自然淫戒 自然餘戒 那有的魚是不一樣 有的魚是反正有水還是很適合 對不對 然後這些皮糖的主人 當他們在撈這些魚之前 比如說這魚過量 他會流差不多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五的魚過量 他要撈魚的水 要放比較低有沒有 那比較大為一個落光 剩下那個 就像古時候我們看電影 以前的電影 最後十分鐘都放我們小朋友進去看 你看那個吳唸就是 丟臉的樣子 以前小時候我們住在台北西門町那邊 那很多電影院 他最後十五分鐘就開放給我們小朋友去看 那我們只要有電影可以看管他前面演得多好 對不對 電影兩看 最後十分鐘就看全部的 只好不會這樣意思 真的嗎 那六個小朋友來 這邊就十個意思 你看他皮糖 他的皮糖 他們把大魚撈完以後 剩下百分之五的魚 就開放給社區去牢 哇 那個社區小朋友最高興就是這樣 撈啊撈啊 那這個是副客版的 就是 後來的綜藝師的龍會有沒有 他就跟那些皮糖主人 就是合作 然後搬著合作 那這裡的魚是不是最後版主 就是一對一讓你撈啊 就是農民節嘛 每年的農民節 他就這樣子開放出來 哇 那下去撈真高興 對不對 大家穿那個青蛙裝嘛 然後到睡裡面就牢獵了 很好玩 這個我覺得活動就是質疑了 所以皮糖 從那邊看起來 他其實他可以創造出很多 很多價值跟點等等 你看 這個是中央大學的那個人造明星照片 可以看出來 上面這一條比較深色的就是桃園大絹 下面這一條比較淺色的是石門大絹 然後本身很深這塊就是石門水庫 對不對 所以兩大關蓋系統的水都來進石門水庫 然後 大家可以看出來 石門水庫出來這邊當然 這條就是什麼桃園大絹 那中間有一小段 是走地底下的 假如你們有住桃園市的人就知道 假如你住巴德 介壽屋那邊有一長段 那邊有一個化學兵學校 一直到廣峰郡那個地方出來 那一段是走地下 其他都是明群 前面一段也是明群 後面一段都是明群 從這邊大溪 巴德 桃園 中壢 楊梅到西屋這一整個地方 那這邊看出來這一塊一塊一塊的都是皮糖 那這邊看不到了還有細的 這是祖郡 大郡 還有織郡 那總共從這邊有十二條指數 那一指類推 第一口就是一之一 一之二 一之三這樣一步下去 到十二之一之等 那十分水庫也是一樣 可是從人造衛星圖上可以看出來 十分水庫灌溉區域的皮糖數量比較多 可是它的面積比較小 小到人造衛星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很多人說三千口皮糖是 他們是用比較 Skill比較大的人造衛星 超過片就點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這樣點點 所以正確應該是兩千八百左右 可是每個同學連點都是有誤差 所以應該兩千八百在正務時量 那我們就號稱三千口 所以因為有三千口 所以桃園縣馬上在講說 我們叫千唐之下 對不對 那這樣大概有一個概念以後 那這個我們再比較詳細一點 你看我們就把那個水菌把它加進去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三 這樣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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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光復 光復以後 他們有把那個桃園大體再延伸 叫做光復菌 那當然這邊的水域就是比較跨近新屋 陽眉 還有那個新竹的新風巷等等 那這邊很清楚可以看到 這些水菌跟這些皮糖之間的相連關係 可是這邊我們從那個道路印象裡看出來 有一些顏色比較不同 像桃園農地 桃園飛機場 青浦高里特地區 還有很多的工業區 還有很多的水利發電 火力發電廠等等 這些所謂的工業區 公共設施等等的開發 他們的土地取得就是填皮糖 把皮糖填掉 然後下面黃色當然就是石門東填水利會的關鍵系 然後他們的水資源就是來自石門東填水利會的 所以這個圖很清楚地觀照出來等等 好 這就是 用類似那種小直升機空拍出來的東西 很漂亮對不對 這個就是中立地方的 這就是中立的市區 中立的市區 那這條叫做明泉路 這叫做明泉路 這就是咖啡大峻從這邊 剛好從這邊開始流過去 那所以這個皮糖就開始 這邊是屬於第五 第五 第五之群 就五之一 五之二就從這邊開始 這景觀是很漂亮的 可是我們從這邊可以解不出來 我們剛才講 皮糖 水利系統 水利系統是看不出來的 這是水峻 可是它的住屋 鄰居等等 可是從這邊照片來看出來 原本的農業的景觀就開始大量的被工業 或者是特地使用的工業區等等的 藉物就把他改變他的地方 我不敢說桃園是唯一的 可是桃園他們土地違規使用 像我們在宜蘭那個農地上蓋那個農宅 現在不是很多人在反彈嗎 說人家是種田 你在種靶子 但這個情況在桃園早就比倦不捨 就這樣子 你看這個非常漂亮 當然遠遠看還是很漂亮 可是近看你也看出來 像這個農業其實怎麼可以化出一大坨 這樣的一個電子工廠 然後他們這些工廠生產出來 什麼印刷電路板啊 什麼藍針塘啊 那些水到哪一圈 很簡單 桃園3、7、2、11 就把它排放到我們一口皮糖 一口皮糖汙染 下面就啪啦啪啦就消下去 對不對 就像我們身體一樣 你哪個地方有問題的 他整個血液行完就把整個壞的東西 帶動到整個學生區 對不對 對不對 靜看的皮糖這麼漂亮 所以桃園有八百口皮糖 其實每一口皮糖都有它的一個特殊的主觀 對不對 你懂得要 你要同一個欣賞 對不對 譬如說 這口大興頭寮大慈 頭寮就是蔣經國那個 牠的那個木那個地方在頭寮 這個他當地人叫興湖寸 興湖疲 然後 很好笑喔 聽說當地人當時拉這個皮糖的時候 本來就有土地公廟 他就把多龜啦 請你走 不走 打死都不走 挖了好多龜都不走 後來沒辦法 土照挖 你知道 那個土地公最大的定主物 對不對 就不走 那中間就變成水中土地公 這個皮糖組的他就辛苦啦 他每天早上划船到中間就一拜一拜 中午 班完又去拜一拜 挺有趣的 挺美的 這個皮糖在興湖寸的頭寮大慈 你們去那個 去那個頭寮的時候 那邊有個加油站 右轉就可以看到這邊 他這邊有左池跟右池 中間有一條路 他右池比較小方便 那個旁邊的臨象 他皮糖很多都大部分都是 苦戀比較多啦 那進來一位 莫名其妙的什麼紅花祭有沒有 然後就種了很多魚童 這樣子 很漂亮啦 有人的話 看我們午夜學很漂亮 那邊的鳥真多啊 你看你在下面都是鳥份啦 你看那個鳥就多了 就非常精彩 那這口26號皮糖就是很典型的 泡演的皮糖 就是苦戀很漂亮 苦戀術很多 這樣子 那那個苦戀台灣話叫苦戀啦 苦戀啦 很多人就很厭惡的 這樣一個名字 那憲政五 因為我對台灣很熟 所以當時的憲政五 有聘我當台灣的憲政房地去問問問 可是我提出這些構想 都跟他們背道而馳 所以他後來就把我fire給他 那我就很提倡 就是說 苦戀術 它是台灣很直接遵從 就讓他自然長 不要去砍他 那我甚至 那這個青浦高鐵特定區 什麼處都種過 在高鐵特定區裡面 那當時我就說 你們死了種苦戀 結果到現在 只有苦戀長得好 其實大家都已經 什麼小葉懶人啊 都掛了一次 又重重了一次 等等這樣子 那這個就會看出來 這個是原來日本人 蓋著桃園大軍的原貌 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 還是正方式的原貌 那這邊是比較四中心的 就被改成稀哩花啦 對不對 這還是桃園大軍 拒沒有 拒沒有敢 可是 曾經那個被槍掉的劉邦友縣長 你們大概不知道 20 年前的故事 有一個桃園縣劉邦友 也是草地愚 草地愚愚 因為利益這個訴訟軍被槍掉了 連他 連他一些官員 議員 一些警察 全部抓到他那個警衛室 小小一間 抓到裡面 被槍掉了 被槍掉了 我聽那個 那邊有一個議員去搶救 第一眼 把門一打開踩進去 哇 全部是血水 大概有15公里充滿 每個人都倒臥在水波中 好 他沉地說 哎呀 把桃園大軍全部給他夾帶 他就變成一個大馬步 喔 車子就可以看 兩旁路土地喔 哇 就正直了 好 那家在槍把他打掉了 不然的話 這個桃園大軍就被夾蓋了 有人在那啊 對不對 就像劉邦俊 你看 我們貴校旁邊那個新山南部 以前的劉邦俊 對不對 兩旁路是杜鑑花也有指數 當時假如 三四十年前 假如有事之事說 不能夾蓋 不能夾蓋 那時候一定被公笑了 對不對 現在 包括之前的好郭坡 好龍兵跟現在的哥兵都在想說 要把那個蓋子打開了 藍啊 藍啊 那旁邊的那個住戶帶著 你看新山南部 搞不好下面有捷印啊等等 他現在就想在台大裡面把他打頭 然後聯絡到這個大安森林公園 可是那滋菌 骨公菌的主菌是在新山南部下面 那這條就是啊 這個自己會跑啊 好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所謂的皮膏本身 有水菌的本身 有很多很多水利工程 還有很多稻田 茶園 或怎麼樣 跟水有關的一些農業景 所以 假如各位有機會去參觀台灣的皮膏水菌 可以看的東西不是只有皮膏 周邊的東西你都應該要值得去欣賞 參觀一下 所以 跟皮膏有關的 像傳統上 皮膏旁邊就有傳統的民居 像你之前看到的 對不對 這傳統 這很無組的 對不對 以前就這樣子 他的民居就跟他們家的皮膏一棒而居了 那 以前的洪水關就是前面有水的話 聚財 所以他們就這樣子 那後來呢 現在的社區就搞那個水案第一排 這些房子都是違建 如果老實話 我們蓋房子 各位大概不太知道 一張建築執照的申請 前面要有面前導入 這些房子的面前導入是把那個水菌加蓋 變成一條道路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這回去怎麼做 這不能回去了 回去怎麼做 帶我到這邊來 麻煩 喔 你看 這些東西有沒有 他就是把這個水菌加蓋 變成一個面前導入 然後旁邊就可以蓋好了 這是很糟糕的東西 太靈光了 不然我們就在這邊講 好 那除了這個建築物跟蹄塘這些關係的話 在蹄塘旁邊 因為它有水菌 有一些泳泉等等 我們就可以辦出很多很多的活動 所以等一下我會跟戲談 好 這個就是台大早期有一位地理系的教授 我叫陳振祥啦 他寫那個台灣地治 三大詞 各位同學 大家可以去聽 他裡面講林業啊 這個他當時 他在書上的時候 我繪製出來一張 摩尼的那個桃園蹄塘的所謂的原貌這樣子 所以根據這樣 有人就真的蹄塘真的將近一萬口 所以在清代的時候的蹄塘就一萬口 到現在的蹄塘剩下三千口 就是山車的蹄塘在桃園就消失掉了 對我們來講實在是很諷刺的一件事情 很寒 而且最消失的速度是快 對不對 是讓人家瞠目結舌的這樣子 譬如說 十大建設桃園機場的人 再更早 國中有沒有 國中是民國55年1965年 那時候 國中興建要很多很多的學校建地 沒有土地 找蹄塘 填掉了就蓋了國中 包括台湾縣政府 只要你們住台湾就知道 台湾縣政府有一縣五路 他的路啊 人家路都是四四方嘛 他路是彎一圈的橢圓形的 所以 想必說他們的土地就是一口蹄塘把它填掉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說 可是 在開始清代的時候 有簡單的水利組合 就水利設施 當時有三大組水利的組合 一個叫香里郡 一個叫龍潭郡 一個叫山西郡 這個郡裡面就包括許多的平台 那他們就是 當時沒有什麼水庫啊 對不對 他們也不知道 空城基礎上 他也不知道可以引大漢西 以前叫大貴返西的水 來做這個蹄塘水的資源 所以當時的蹄塘就是很多的開墾的 不管是漢人 客家人 或者是一些原住民 他們為了灌溉 就在他們土地上就開始用人工來挖掘了 所以他當時的蹄塘數量是多 可是很小 這看著一點點 可是蹄塘你挖起來 雖然下袋有蓄水 那水不可靠 所以他們想盡跟我們辦法 旁邊有河川的話 就引河川的水倒進蹄塘 那蹄塘的水就變成一個源源不斷的公寓桌 可是 因為受到河川的限制 所以他們就找的規模都很小 蕭鯉菌 表示那邊有一個蕭鯉溪 龍潭菌旁邊有一條老街溪 然後山區菌 還有一條 那邊有一條河川 等等 在此 這是早期的 可是這個不老套 所以到了日本時代 就是我剛剛講的 日子期他們開始 就八年以一 他就在那邊做勘察 其實八年以一對桃園台地的勘察 挖挖 他那時候就有一個水利計畫 挖挖 這邊 就在石門水庫那邊有一個叫石門峽的地方 他覺得那個地方要做水壩 然後可以做水壩 可以蓄水 可是當時的工程技術跟資本沒有辦法讓他做水壩 不過他至少有這個技術 所以資本水庫的興建 其實國民政府是減便宜的 計畫就有了 對不對 然後資本跟工程他會來找我們一員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看出來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這藍色的部分就是 西元1919年就民國八年的時候開始蓋的桃園大軍 然後在1928年就花了九年完工的 當然水進工程現在來看無蝦米 沒蝦米 國蝦米華 對不對 可是他當時是一個大工程 特別 我們知道桃園的地形 這邊是大規反昔 可是桃園是一個台地 就是在數萬年前所謂土地的隆起 他們叫河川席朵 就是整個土地高起來 隆起來 水在這邊 那你水沒辦法抽上去 那時候沒有電 所以你必須在水位高層的地方 這邊挖一條水菌 隧道 把水倒到 倒到那個 你至少要把水倒到 從這邊的大漢溪的水 倒到這個源頭 然後利用它的高差 這邊的高差在海拔110公尺左右 然後利用那個高層 因為台灣的土地高層 通常是這邊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土地慢慢向什麼楊梅 西木那邊傾斜下去 就是差不多的 假設上面是北、西 東、北 這邊應該是東跟南這方面 向西、北那邊慢慢的傾斜下去 對不對 所以他順著這高層 大峻就這邊流過去 然後每一條大峻就找一些 做一條織菌 1、2、3、4的織菌 就把原本清代所挖的那一匹棠 數量很多 可是面積很小的匹棠 就做化鈴為整 本來三口小匹棠 把它變成一個大匹棠 然後跟它的水菌有個斷貼在一起 各位 我不曉得你們台大附近有沒有那個釣魚店 賣釣魚單的 我住了老家在萬華那邊游啊 他上面都會寫 掛一個 七枝十二大鵬 誰看得懂 我在那邊住很久 我從來都不知道 後來我去做調查員我就知道 人家告訴你就說 桃園 第七枝駿 第十二號水池 那邊魚很多啦 你去釣魚 爽得要死的 就這樣 魚滑菌 你們喜歡釣魚的啦 你可以到台灣必然去釣魚的 好 這就是第一集 它的第二集當然就是 後面 棕色的部分就是 它是民國五十三年完工的 民國1964年完工的十門水庫 那蓋完十門水庫 我們知道 我們小時候練這個課本 就是說 一定考一題 十門水庫的四大功能 一 灌溉 二 什麼 發電 三 光 光 四 黃 這樣一百顆好好賺 有沒有 問 那就知道 灌溉 灌溉就是十門大鵬 十門大鵬就是把這個 所以 桃園原本是一個漢地 所以桃園因為它的水力 它都是靠那個一口一個小口皮糖 水的供應很不保險 所以它不敢種水稻 所以它們大概就是利用有限的水種一些漢作 在平地就種地瓜 對不對 你們覺得 開玩笑一下地瓜很貴 沒有 那時候地瓜很便宜 地瓜葉也也很便宜 跟現在不一樣 那 丘原地就種茶 龍潭那個丘原地就種茶 可是 先從第一段北邊的那個北桃園 在日本時代還有水利開發以後 哇 那個方地就變涼田 所以桃園人的生活一下就起來 然後後來 關戶以後 十門大鵬開發 十門就農潭 南桃園客家的地方也發起來 對不對 所以桃園整個縣就變成一個農業的大縣 好 因為它可以做很多的農業生產 以前的台北 貴校 這邊走過來 那邊就有一個什麼稻田 有沒有 前面還有什麼台灣蓬萊米的原地 有沒有 就有很多 以前像公館戶區都是田 本來就必須要種田才能養活北部地區的人 現在沒關係了 桃園可以承擔這樣的人 所以台北的這些農地就全部變成工廠 新北市也都變成工廠 本來要該種農的地方全部讓桃園線去支撐這樣的東西 好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價值 在2002年的時候 文化部 以前叫文建會 他們就開始想辦法在台灣找一些具有世界文化遺產潛力的地方 那當初找到大概是比較有名 什麼紅毛城啊 什麼泰宇格 國家公園啊 什麼這些東西 到2009年的時候 經過我們的大力 因為我們對桃園皮囊的調查也差不多 我們寫了很多的報告 然後就見請文化部 就是當時的文建會把桃園皮囊加進去 所謂的世界文化遺產潛力的 對不對 所以桃園皮囊台地全部就變成台灣的世界皮囊潛力的 所以整個皮囊你就必須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到 水庫 河川 兩條祖菌 還有他其他人的織菌串連在一起 還有這些皮囊的東西 這全部都是要共同保護 保護下來的東西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 也就是 這也很嘲諷 推動這個私地保育法最積極的大私地保育員 對不對 四個黨 包括台聯 包括民進黨 包括國民黨 包括親民黨 四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共同推出一個法案 就是私地保育法 很難得的 對不對 然後更嘲諷的就是 後面三公分點火最厲害是夜市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看 夜市不是很偉大啊 他為了我們桃園的發現 對我們台灣台地的私地的保育 他也 對不對 唉 就是 這邊演一年 後面演一年這樣 前面看起來好像偉大 下面這樣 這個就是 桃園的皮囊也不當被煉為私地保育法裡面 現在桃園的皮囊 只要你面積超過0.2公斤 就應該有一個Pamity 就是一個神益委員會 你要開發工程如何如何 要有一個神益委員會 可是問題 有法沒有用 有法沒有用 地方政府就是放任那些地主 還是在那邊舔皮囊 還是在那邊蓋保育 欸 私地保育法是中央大法 它破壞這個水族保育 破壞這個皮囊是可以請警察機關熱令他 把他處罰等等 就看地方政府的局勢 至少選舉覺得是不凡取締 選舉以後再說 好 這個我們剛才講過了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從 也是 從 這不是人道衛星 這是比較低角度 飛機拍下來的桃園的皮囊的極致 桃園台地 上面的地理的景觀 受到現在的工商業建設的 怎麼講 改變 變化極大 可是 假如只要這些皮囊能夠存在的話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check 周邊環境改變的一個參考的作標 對不對 因為皮囊總是不會一下就消失 可是周邊的地理環境會改變 所以說 假如你找到不同時代拍的空照圖 空拍圖等等 你就可以比對 像這一張是1980年代拍的 桃園縣皮囊的情況 對不對 你現在用2015年 35年以後 同樣地理區去比對 一塌五 除了皮囊還在 旁邊的 都是工廠 工業區 住宅區 巴拉巴拉 對不對 從呂秀蓮 朱立倫 吳志揚 我不曉得他們這些在幹什麼 對不對 不曉得在幹什麼 好 然後這次 這個後來我們就開始 那這個流行這種同軸飛行氣流 你看 我有一個好朋友郭先生 他就漂流島嶼 他最喜歡 那派出來的都好漂亮 對不對 就這裡看 這是桃園的體堂 一張照片 每一張照片 當然你會念森林系的 可是從這照片裡面 你就可以判補 我們就研究這個地景的變化 地景的價值 地景的意義 從這邊就可以判補出來的 對不對 就用那個 嗡嗡嗡的變化 現在我也有一個 像調查皮囊 跟以前好辛苦 我調查了 你看 調查了這個五六年的皮囊 我開掉了三部車 兩輛是尼撒爾 一樣多有大 對不對 賺的那個研究會大概都凹下去了 可是沒辦法 一定要這樣去做 不過換的對整個桃園 地區的認知跟認識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桃園 蹄唐他們在整個歷史變遷中 所受到的一些威脅的犧牲 民國65年開始的十大建設 就是蓋那個桃園國際機場 對不對 桃園國際機場的新蓋 它是填掉當地的籠地 好多好多的皮塔 然後取得那個機場的用地 跑道的用地 跑下的時候 那原本住在那邊的農夫 農人等等 他們要到哪裡去 沒關係 我跟你安置 他們就跑到那個桃園後站的地區 又找了一大堆皮糖 又把它填掉 就填皮糖就換過來等等 所以假如你不是桃園人的話 你也知道 現在桃園火車站後站 有一些什麼陽明公園啊 建國國中 不是建中學啊 建國國中啊 什麼陽明社區啊 這些就是 當時就民國65年 他們住在大園 那一位蓋機場 把它破千 然後搬到那邊去 在那個年代 肅沙斯基之生啊 賊趕 對不對 去年我一直在搞反航空診 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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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都跳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常在笑那個民進黨說 你以為你贏嘛 你贏那個吳智陽兩萬五千票 兩萬票是我們反航空診斷來的 一萬五千票是我們另外在農族 有一個什麼藍坎老屋老樹的保障運動斷來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搞的這些活動 讓很多年輕人 從來不關心政治的人也看不下去 你看我們反航空診 它像航空診地景節有沒有 只好有一個是玉兔的有沒有 花了五千萬 展覽完就被燒掉了 我們社區的人 我當那個吳竹鄉那邊 大園鄉那個社區 我們用它一毛一毛這樣捐 一塊一塊捐 我們湊了二十萬 最後一隻小熊有沒有 二十萬vs千萬 那隻玉兔已經燒掉了 我們那小熊現在還在後門 只要哪地要反什麼 我們就把它作證 現在航空診反了在那邊作證了三個月 然後後來到了那個 好像是台中 台中有一個什麼區域要反什麼 他就去作證了三個月 然後現在到苗栗 反那個什麼殯葬區 他就作證了三個月 對不對 就這樣搞出來 好 我覺得破千 反破千就是那個政大徐世宏教授 他最反對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方式就是 我利用大量的臺灣的地圖 1904年就寶圖 1921年地性圖 1955年有聯勤航車隊 1955年就是官布以後的 然後1994年這個隆林航車隊 你們一定用農林 農林第一跟你們很同 航車隊的地理 對不對 然後後面還有 因為我那時候是1995年調查 所以我用到1994年 現在還有2014年版的 現在還有2015年版 所以他一個 但是可以 每一個皮糖你可以再變遷 這個皮糖是桃園大紀一支三號皮糖 他在早期他是四口那個林善的皮糖 然後後來他們做的那個 那個新作的那個桃園大紀開駿以後 他們就把這林善的皮糖 把他集中變成一口這樣的一個皮糖 然後在1955年他還是皮糖 到1994年的時候 這個皮糖就被填掉了 這一塊是桃園接禮戰 這一塊是桃園陽明高中 最大這一塊是桃園的這個叫做 以前叫啟智學校 現在叫什麼 啟音 啟音 不是啟音 啟音是私校 啟智啦 啟智就是給一些那個 智能不足啦 或者是有一些 現在不叫他後來改一個名稱比較好聽 啟智學校好像有點歧視 他們現在改名叫什麼 我不太知道 反正這就是我說的 桃園的皮糖 始作俑者都是公家單位 然後建商 私人單位又 就是說 你們政府都這麼做 我們就跟進了 就這樣子從萬口皮糖變成3000口皮糖 是這樣被搞掉的 這之一啦 可是郝德嘉在也有那些一點都不變 像這一口 它本來是不存在的 然後後來桃園大軍開除以後 他們就故宮在那邊挖了一口皮 我講到這個皮糖叫倒P字型 P的轉過來 P的P轉過來 然後1955年他這個樣子 1965年Corona 後來又找到了這個 美國所提供的那個間諜衛星照片 然後這是1994 農民航車隊的 這是Google上面的 所以你從這個不同時代的壁圖來看出來 P糖真的是見證一個地貌地景改變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參考學作標 你看這P糖都沒有變 可是周邊的道路 你看這二高有沒有 二號國道咻 牽過去了 對不對 然後這條有關路等等都還在 P糖還在 然後房子變得很容易做的 原本什麼都沒有 就是從天歌皮 所以從這個參考作標的話 所以八百個我P糖 我有八百個這個case可以這樣做check 這樣 你可以看出它的變遷 光從這個照片來講故事都可以講故話 這很好玩的地方 等等 對不對 好 那石門大軍也是一樣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地圖去對照 最早的蹄塘 然後怎麼樣變遷到現在的樣子 對不對 石門大軍 這就是很有名的桃園的龍潭大詞 它最早叫靈潭子 靈 就是英靈的靈 那靈跟臺灣化的龍一樣 所以你改成龍潭 就變成龍潭 然後這個這個 後來變這樣子 後來變這樣子 欸 到底就是怎麼搞出來 中間搞出一個島 蓋了一個廟叫藍天宮 然後又搞了一條吊橋 等等 這是現在的樣子 Google上面的樣子 這個照片的 那你可以看出來旁邊的龍潭 那個都市計畫的蔓延 都市開花的蔓延等等 就從這邊看得不太清楚 好 這個旁邊的叫豐貴斗笛 對不對 本來叫豐貴斗 本來是一個很漂亮的蹄塘 結果可惡了 竟然被商人拿去圍起來 變成一個豪原的高爾夫球場 對不對 那這口蹄塘的水就完了 我們知道高爾夫球場 那個要用多少藥 才能維持那個green 草地啊等等 那用藥以後 那個水到哪裡去了 啪 就直接下到蹄塘 那這蹄塘的水就影響到下一口 一口一口的影響下去 不過當然這個地方 農業就慢慢在四圍啦 這邊什麼多啦 軍方的營區很多啦 就鬧得很厲害的那個 呃呃那個什麼 那個Apache的那個 就在那裡 然後什麼多 摩鐵很多啦 然後什麼咖啡吃飯的地方很多 就是農業都滑了 那這把整個盒子 還要抹呢 怎麼可以去啊 怎麼倒啊 怎麼一起動啊 要重灌下去 這個 檔內在這裡 不見了 走開了 同學可以拿一杯酒給我 中場休息 好 我們中場休息 可以看到作業大學 禮拜六是我們創校六十周年 但他跟台大學都比好 不過我們也找出一些老照片 我們發現以前中原大學 你看 整個校園到處都是平常園 可是為了我們校弟 我們後來也填到你 那當時我那時候還沒來人比較好 我在的時候我就打死不讓你填屁 那校園也對我很好 好 我必須要講 汙染的問題 台灣北部幾個重大的汙染事件都發生在桃園 而且跟那個皮糖有關 第一件就是二芝五號皮糖 就是第二芝菌第五號皮糖 他旁邊你看蓋了那個有一個橘紅色的這一排 就是很糟糕的RCA有沒有 那RCA在從民國五十年引入台灣 民國六十年開始在生產 他們就生產了一個電視機 對不對 那那個年代電視機就像現在的那個iPhone一樣 對不對 是屬於高科技的東西 然後它很糟糕 就是他們把洗電路版的那些潰水 那裡面都有非常多的中心組 就直接灌入到那個地下局 那這地下水當然會污染到旁邊的皮糖啊 所以這是造成非常有名的RCA的事件 除了RCA有沒有看到好多都是美商啊 就是美商弄出來的 有一個基地化工廠 你看現在的皮糖就剩下那麼一小塊 那這個就是我說的 基地化工廠它是在 也是在二芝菌二芝十號的皮糖 那那邊有一個叫做中府 對不起 中府啦 有一個中府的一個村 那那個村子的農地就因為這個基地化工廠 它也是污染 重機組污染的 整個農地喔 將近有差不多30公頃的農地都被污染掉 那本來這件事情是應該掛布條啊 抗爭的事情 跟農夫都點點點 你知道嗎 點點 劉胖你跟他講說 好啦好啦 以後我就幫你 幫你做都市重新的規劃 都市重化 四地重化 現在你去看 那塊被污染的農地喔 本來是農田 因為全部都不見 很像就變成 規劃成那個建築住宅區嘛 就一洞就把它蓋起來 那中間的皮糖 結果有些皮糖還是保留下來的 保留的實在是很滑稽啦 這就是我說的 它的隔壁二至十一號皮糖 對不對 這塊皮糖就在被 它旁邊的農地喔 都是被污染區的 所以它這個皮糖的水不是灌溉在旁邊 它是灌溉在下面的 就是一口一口灌溉下面去的 那這是圓棒 有沒有 那現在市地重化以後 有了有了皮糖幫你留住了 有沒有 那旁邊都是那個 有這種皮糖就全部用水泥幫你封起來 原本的小青蛙 小蟲 小小鳥都沒辦法再回去 你要水域 我就給你水域了 其他我們管 所以說 皮糖不是只管一個水域的部分 皮糖要管它旁邊的一些農業的景觀 這農業景觀就代表它旁邊的生態的景觀 還有那些原本的那些聚落 家屋 宗旨的東西 這些建造成很多 就把旁邊全入四地重化以後 一塊一塊分割成豆腐端的土地 眼熊來買的啊 什麼什麼來買的哪去 還有學校 開蘭大學 我就不曉得開蘭在台北市不是一個高局而已 跑到桃園就變成大學了 對不對 他唯一骨氣就是放一隊很強 不過聽說 今年也被幹掉 對不對 好 這個開蘭大學就是二之十二號比 就是剛剛道批字型皮糖的旁邊 二之十二號比 他就直接跟桃園農田水利會 那桃園農田水利會 照理應該是保護皮糖有沒有 他的水才可以賣錢 對不對 可是現在桃園農田水利會 他還不管皮糖的保證 他現在有這些皮糖 趕快全部給他賣掉就好 賣掉他全部哇那個財 他已經夠有錢了 就像我們臺北的七星農田水利會 沒有一口皮糖 也沒有水利在出租 水泉在出租 他就靠以前的他一些 以前他的土地有沒有 現在都規劃成建地了 幹很多什麼高樓大廈 對不對 七星農田水利會 七星農田水利會就是國民黨的黨場之一啊 這一定要收回啊 突然說完有沒有 好 這就是 你看他把整個學校填掉 把整個皮糖填掉 蓋他們的開門大學 只剩下一小塊 意思意思 告訴你 這邊是成立地 好 大地的反復就來了 為什麼會做皮糖 大家知道 他因為比較容易聚水 聚水意思就是高層上是比較低的地方 所以他們會選日本人很聰明 你馬上要選擇高層比較低的地方 這邊挖皮糖 那水就會滅進來 好 若干年前 不是這一次 不是這一次什麼台風 若干年前有一次台風有沒有 他們全校 咦 淹水面積就差不多跟淹水面積比較大 對不對 最近臉書上不是在公佈了一張 台北市的淹水潛釋區 以前就是什麼皮 什麼皮 什麼皮的文字 永不丟 就這樣子 不過陶淹 台北市是因為有做很好的 雨水下水道發發 尤其可以減低他的那個淹水的 那這個應該蠻鄉下的 沒有那個東西的 所以那年好好玩 不過看了大學學生一定很開心 台大學學生也許會反對 那因為淹了一塌糊塗 期末考沒辦法考試 所以學校說 啊 今年這些集 我們期末考就便宜了 大家要提早放暑假了 你看大學學生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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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們台大學學生一定反對 這怎麼可以 對不對 我其中考考得很考 也靠期末考來翻牌 你其中考不考對不對 就是全部大地反復全回去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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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 我覺得那個以前那個殷琦 他這邊講說 他在六家為了一棵老樹還是佛宮廟有沒有 他的高鐵就改到了有沒有 好 我非常贊成 保護老樹 保護老佛宮廟 那我們的桃園屁他們都不用 都沒有價值 你看 他的高鐵一串過去喔 總共有11個匹頭便這樣啪 借下去 這是其中一口 2-23號 我們叫做瓦窯匹 對不對 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一牽過去就1分2也過了 這邊 大口的這邊 小口在這邊 好 這一口 這是小口的部分 這是大口的部分 後來這一塊 滑飛的這塊地 竟然被這美和斯的日盛生拿去做BOT 日盛生搞BOT 你知道一定不會有什麼好事了 那做什麼呢? 北漆的污水處理廠工程就出來做 污水處理廠坐在皮膏旁邊 你就知道完蛋了 你給我處理完的水全部丟到皮膏裡面去 他說沒有啦 我們有暗管 我們流到很遠 到那個海岸裡面放流了 我鬼才相信啦 對不對 全部把那個管道給我挖開來給我檢查 對不對 日盛生在那邊搞 對不對 這也是 那另外一個 像這種簡單的這種開條馬路把皮膏切掉 這些都是我們偉大的朱立文章 所以我必須要講 皮膏有時候會變成我們見證一個歷史 這個是更少 各位同學 你們也許不太知道 也許有機會再講這一塊 豪原人的心酸過程 你知道1964年就民國53年完工的池門水庫 池門水庫 蓋的水庫就是水庫淹沒區了 因為台灣的水庫淹沒所涉及的人數都是很少 不像那個長江三峽水庫有沒有 它涉及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要破千 可是在很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的政務下 那三百萬人淨落寒財 你愛我搬哪裡都搬哪裡 這是我們政府的得證 就好像民國65年我們在十大建政府都講不一樣的話 好 在民國五的底面更不用講 我們可以看到這上面那種點點點點的 就是當時的十門水庫被破千的居民 他們被強迫從山裡面搬到海邊 阿姆皮那時候是涼鐵 旁邊就是十門水庫 就是那個他叫大漢石 就是大哥凱西的時候 後來搬到那邊是寸草不生的 假如不是靠後來的很多的那個當時的傳教士 協助他們在這邊蓋 做一些修補的話 他們真的活不下去 可是後來勉強活下去的 經過十年的開發 你看這旁邊都變成涼田 這是他們所謂移民村的部分 是哪種的就小豆腐竿這裡 沒關係啦 那我們就是從這個 從這個皮糖就可以見證到他的改變 為什麼 因為 這就是所謂的移民村 就是把故事又跳到別的地方去 這些喔 當時喔 都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你看這就是我說的移民村的移民 有包括泰拉子 漢能的 這什麼 書墊也沒有用啊 他這個跑怎麼用 他怎麼不會 這邊可以跑 這邊怎麼彈不出來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那我曾經跟我的研究生 就做了他們這個移民村這個過程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 皮糖旁邊的故事喔 八百口皮糖就有八百口故事 對不對 三千口皮糖也有三千口故事 天花月潭也不過就一千零一夜有沒有 那我要去講的話 我可以嫁給三個書單 講一千零一夜那個書單聽到聽死掉了 然後我又改嫁給另外一個書單 然後又講一千零一夜喔 他又愛上我又來聽死掉了 在第三個書單 喔 他錢我都賺不少了 陶淵的平常就有這麼多個故事可以講 每一個故事 有的是辛酸悲慘 可是也有些信很快樂 你看這就是說的 後來那個移民村 後來因為污染所以拆遷 然後變成那個大潭火力花電黨 大潭火力花電黨是誰的創意 你知道嗎 陳尤華 他為了要搞他的那個石化器從印尼進來 可是這個陳尤華就跟阿扁一對盤有沒有 整個計畫就翻起來 可是就是因為他這樣搞 他這個大潭火力花電黨就這樣跑起來 那本來講好的事 陳尤華他經營的那個石油油化器進來 那後來因為跟阿扁鬧翻了 阿扁不讓他弄 由中油來做 中油來做 中油他就說 中油我不要從那邊進口 台中港油 我就要拉管 拉這個油管從台中管這樣拉過來 這個氣管有沒有 又破壞我們桃園非常重要的那個藻礁的海岸 所以我有一位 那個馮老師有沒有 他也跟我們在那邊 我在保護皮糖 在保護海岸 可是我們都很辛苦 那這個皮糖有沒有 旁邊都改變了 你看 旁邊都改變了 你看 旁邊都改變了 可是皮糖還在 我們從這皮糖存在 我們就可以見證到 阿 應該是地底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說故事的素材跟腳本 對不對 所以 作為一個桃園的一個中小學的老師 應該懂這些東西 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 我盡可能就到小學去演講 講給他們的學生聽 學生就會跟他們家長聽 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 因為桃園的好處就是 桃園除了市區以外 比較向下地區 就是任何於國小的一公里的半徑以內 有沒有 就可以碰到一口皮糖 兩口皮糖的問題 有皮糖就可以教育 可是那些老師就會講 不要啦 小朋友摔下去怎麼辦 我在路上也會死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 這是老階熙有沒有 老階熙就是那個611 大概是五六年前的那個611 桃園進南淹沒 淹沒地區有900公頃 900公頃那不是很大 可是桃園有那麼多皮糖 他皮糖是可以發揮他最好的自豪功能 可是都沒有 因為他的水路都被阻絕掉了 該流到皮糖的水路被斷掉就流不進去 所以你看 淹得一塌如土 桃園從來沒有這麼淹過 這個就是 好啦 講到那麼多 其實皮糖它有機會變成一件跟社稀能夠結合的事情 我們不能講說皮糖怎麼樣怎麼樣 那皮糖願景在哪裡 我們總要講給大家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講的 皮糖水菌跟社稀鏈解 我們做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在蕭嶺 你看 這是桃園台地 這邊是靠山石門水庫 整個台地過去的話 就是桃園大菌 從那邊流過去 第一支菌 第二支菌 你看這些皮糖怎麼串營在一起 這張地圖畫得很漂亮 這是中央大學他們所做出來的 很清楚地交代皮糖跟整個台地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地方做了很多 每個點就是我實際做規劃也有具體實現的地方等等 第一個我們講巴德蕭嶺 這就是蕭嶺池了 很不幸昨天有一個跳蕭嶺刺殺 聽說有一個酒壁面刺 跳到這裡就刺殺 很討厭啦 每次要跳下去就開始 有人說 哎呀 批他 人家人大堆 好 所謂的蕭嶺地區 這是所謂的巴德市 桃園市的巴德區 現在叫巴德區 它事實上是最偏遠的一個地方 可是這塊皮糖叫蕭嶺池 它卻是在整個桃園皮糖歷史紀錄裡面最早的地方 最早的 它在乾隆年間就出現了這塊皮糖 就叫做蕭嶺池 所以有這樣的典故 所以它整個斷蓋區域 這個皮糖的斷蓋區域就有這麼大 當然不只這個裡面 中間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這種皮糖 所以它的水力非常的發達 所以造就它農業也非常的發達 所以在蕭嶺地區有一句話叫 蕭嶺米食不進 夠囂張 蕭嶺這邊產的稻米 吃也吃不完 就水力非常的豐富 在乾隆年間開玩笑 那時候桃園縣整個地區水力非常的發達 大部分的農地都處於一種看天吃飯的這種狀態 可是在蕭嶺裡面它有這些水菌和皮糖 它的水源的供應無予規劃 它另外就是湧泉 它的湧泉到現在也有 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就在這個地方 把它做得非常多的一個調查 對不對 會出來的一個巴德未來要發展的東西 怎麼樣把皮糖 也要把水菌 怎麼樣的一些東西把它做一個翻臉 這就是桃園大菌 這是蕭嶺 蕭嶺下游的叫學東西 然後這邊很多很多的皮糖 這邊很多的皮糖 這邊也很多很多的皮糖 然後這塊床的就是桃園的藍機場 又叫做桃園機場 聽說日治時期是神工特工隊的基地 所以很多年輕的神工特工隊這邊 那一推出去就沒有了 這塊地就是一個機場基地 你看中間土土黃黃的一塊 就被國防大學拿去用 對不對 所以我不喜歡去搞那些什麼都市計畫區 那個葉斯倫垮台就是這一塊都市計畫區 我從來不去搞那邊 我就搞旁邊這一塊 所以他把它串連在一起 那我就具體的去做 對不對 在這個蕭嶺裡面我發現 挖皮糖的時候一定會挖到很多小 因為桃園的地質叫做栗石黏土蟲 栗石就是一塊一塊的卵石 黏土它本身比較不會滲透 所以他挖皮糖的時候就挖出很多很多石頭 可是石頭的size一定不一樣 有大有小 好玩的就是我們的先民 包括客家的很多人 他挖這石頭的時候 大石頭他想說要做什麼用 小石頭要做什麼用 他想好 然後最後的工程結果他就放在整個 這個蕭嶺地區的老社區裡面 你看大石頭做台階 中石頭做建築的基礎 小石頭做為火坎或者田梗這樣子 全部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生態工法 叫生態工程法法 今天你們到那個新北市那個石門鄉有沒有 他們也都是用石頭這樣砌成一層一層的體貼 那有個地方他們就很多那個NTT組織 那農地都廢根了嘛 他就把農地租下來 不是種田啦 種水 他把那土挖深一點 然後讓他養水 有水以後很多生態就回來了 種一些小蓮花 碎蓮 蘋果草 所以很多一下台北市很多市民就跑到那個地方 八菸有沒有 陽明山的八菸石門那邊都有 現在變成一個景點 那你去那邊當然不是去那邊買稻子買天的 就是有導覽的原因跟你解說等等 你要花點錢的 可是你會覺得這樣去參觀環境教育 收購非常地豐富 對不對 這是石頭的部分 那時候當我瞭解這個石頭很重要很重要的時候 我第一次就旁邊蕭李唯一的最高學股就是蕭李國小 它是一個四維的國小 跟台灣很多很多的小學一樣 台灣現在很現實 我不知道台北市 桃園市這樣 只要有新的社區 那個小學新蓋的固立堂皇的學校 學生都往那個地方跑 像蕭李國小是百年國小 校舍當然是很破舊的 就那個學生都綁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剛開始跟他之前的老校長講過好幾個 他不了都不了了 他直接跟他講 陳教授啊 你就跟他退休了 你讓我安安全全的下莊好不好 他就沒辦法說 後來等了幾年以後 來了一位新校長姓劉文 第一天我就去找他 我跟他講一拍一集了 他馬上就找他的老師 我教他們 我找將士來教他們怎麼別氣 他說 啊 啊 這時候有這麼多的學問 第二層就是他 老師就找他們的學生 蕭李國小 所以這蕭李國小在我跟劉校長的配合之下 在五年之內變成他們的綠色小學的認證 這個劉校長當了五年以後 他從一個九十人不到的小學 跳到中立市一個新年國小的兩千人學生 對不對 所以他跟我配合就有一個好處 那個老校長只想安全下莊 他就下莊 然後就叫他們疊棄石頭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留下來這邊等等 這石頭的部分 後來社區也一起來了 把大石頭小石頭疊棄起來 做出一些公共事件 這些居民 其實有連稅的藍人們都有這種記憶 這邊都是客家裡的 他們小時候都被長輩抓去撿石頭 排石頭 疊棄石頭 疊棄的工法他們都是女生寄來的 很多很多的工具都把他找出來教他們的 他們只是說 啊 想不到我們這些已經忘掉的記憶 今天也可以變成一個課程 所以他們的時間 大家一起來做 我們就把他做起來 做起來的地方 後來就變成他們社區活動的焦點 另外就是泳泉 泳泉就是地下冒出來的水 這邊的水質非常非常的 對不對 非常的甜美 然後 當然 冒出來他們拿出來洗衣服 客家人叫洗衣三更 總共有十二處 那我就去找一些錢 示範了幾個地點 像這個 改裝好以後 隔壁的蕭麗博小的小朋友就來學 不是洗衣服 是由那些志工媽媽教他們 洗衣物的倫理 他們就說用水的倫理 他們告訴他 雖然是在那邊洗衣服啊 可是年輕的要讓長輩 長輩比較靠近水源頭 年輕人要洗到後面 然後洗髒東西的地方要在後面 不能跑到前面 就很多的規矩 小朋友在學習長也有這個 聽得懂多少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 有上過這一課的小朋友 他會長大 長大的以後 像你們小時候上過這個課的時候 你們對這種洗衣空間就有一些 另外一個想像跟衝擊 而不是把這洗衣空間 只拿來當作這種講八卦的地方 這樣子 這個更捨 這是另外一個地方 你看 我們把它改造好一個 另外一面我們就辦了 幾立和的 當地的 不只小禮國小 就旁邊很多小學 我們就把它辦夏綠營 然後隔壁的社區自己辦 因為那邊有一個廟 叫石母娘娘 各家人有一種習俗 就怕小孩子不好養 那就要拜那個硬的東西 石頭比較小 比較圓的叫做母親 石母 石頭比較尖 有一種性象徵的 就是石爺 反正你拜石也好 拜石娘也好 頭好壯壯 石頭最壯 對不對 所以你就養著人壯 對不對 然後每一年他們必須再回來回拜 百元公司 對不對 可是每年都要復略保護 然後他們就辦一些活動 第一年我帶他們辦 第二年現在第五年了 不用我了 他們要越辦越大 對不對 當然啦 我也會帶我的學生去那邊辦所謂的環境美學教學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那個橘豆嗎 橘豆那個張藝謀的電影 他不是找那個非洲民居那個藍房 一塊一塊的布掉在那邊好漂亮 黃的紅的有沒有 那老外看那個 哦 fantastic 布咧 那我就是騙老外 但不過我也說 這樣你們洗衣服沒意思嘛 我就拿那個布有沒有 從水裡面 就像銀門母籍這樣 一拉出來 銀門母籍 你們看那個新船那個鍍盤 每一塊布在那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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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你把布從水裡面拉出來 跳走走走走到外面的那個倒鐵裡面 然後水裡面拉出來是藍色 那倒鐵的時候我就換一塊紅色給他 紅佩麗嘛 左座幣比較好看 然後我們的社團有沒有 我就在那邊噔噔噔噔噔噔 拉小力琴拉股震拉等等 我上課的時候常會去到那邊 對不對 這是下午茶 這是我們平常上課 好 出發 然後就出發了 上這個課同學都不會翹口 對不對 在教室裡面上課 倒著倒睡著睡 翹著翹 那這種課都滿 那你說上這個課有什麼意義 這樣有意義 因為我們是設計的朋友 那設計的就是需要能夠創造那個生活的情緒 就是這樣看 所以一個小小 以前叫做洗衣空間玩衣池 客家人老師跟我計較 你不能講玩衣池 這是要講洗三坑 有一個叫城板 你們 我最討厭他 附加尾 每天都不夠arguer 你要講正確的客家 我又不是 對不對 每次說 要講洗三坑 洗三坑 對不對 他是我東華的學弟 不過很計較一下 拜託啊 我講玩意空間會死的啊 好 除了 我說那個地方是產稻米的 所以說稻米 這些當地的人 就隱文 隱武 這原先生 他平常就是龍烏啊 有種田的時候 他就音樂家 我的音樂是比較傳統的 叫客家發音 我聽起來這麼吵得要死 我寧可聽那個閃音樂團比較好聽 林毕爸爸 欸 可是我請他去上音樂課 他跟小朋友一轉換 五音接 發音接就開始轉換去 那小朋友也可以啦 所以我們小學生音樂課不一定要每天唱你的玫瑰啊 杜鹃花之類的 他也可以轉換 所以我就看到 原來傳統音樂 跟我們的兒童的音樂教育 可以做一種結合 然後稻米文化 也可以跟他們的教育 所以這個蕭禮國小跟我們配合以後 他們的那個香腐教材 好精彩啊 那我一直跟他們老師說 要把他邊串出版 那過來都一直沒有出來 等一下可惜 另外一個案子就是 蕭禮 龍族有個龍安國小 他旁邊有一個蕭禮 你看 學校就在這一頭 就這一頭 你知道 那蕭禮就在這裡 這邊還聊水瓶 差不多200公尺 可是這些學生 有將近2000個學生 跟這個蕭禮水瓶 永遠沒有辦法 accessible 沒有接近 沒有清水清淨的關係 以前的校長一聽到 不要啦 陳教授不要 學生只要掉進去一個 我這個校長就幹不了 我也是等到下一任的林校長 就開始提出一個叫做 通學部長 我學校就問通學部長 他的學生 2000 個學生 每天上學是經過皮糖 經過水瓶 再到學校 你說這樣小孩子以後長大 他一定會有點不同啦 對不對 大家少數幾個會去拉KR 你的話是不是 可是有些小朋友 可能他就會變成了 下一任的台灣人會不會有多久 我們就這麼期待 好 你就不要講 這張照片 陳正講那個 台灣第一次的照片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皮糖 就是這個 這是桃園大菌 這是第二支菌 你看那時候的皮糖 大後處 台灣的皮糖到一支 對不對 大處都是皮糖 所以那時候假如老共來打台灣的 他們嶄力跳下來 到桃園一降落不好 反正這九支就掉到皮糖 淹死了 對不對 淹死了 那都是皮糖 多可惜啊 桃園那到處都是皮糖 你有房子 通通都是水岸第一排 對不對 你講台北市假如有一口皮糖 有啦 大湖公園 內湖的大湖公園 哈? 厚山皮 厚山皮 大湖公園 都是皮糖 欸 你們有個房子在那邊蓋起來 哇 那是貴的要死 水岸第一排 一瓶子至少多個十萬 對不對 這邊每個都水岸第一排 所以我後來就想個計畫 我要把這些皮糖跟這些社區做一些計畫 就開始圈地 每個地區我想要做什麼東西 這是我的意象度 這是我的規劃題等等 第一個就是隆安 隆安國小的公園 你看 這是隆安國小 這是皮糖 那這邊聊水汁 那我想說這邊都社區嘛 我想說這社區小朋友不要再穿越馬路了 他就直接帶到這個皮糖旁邊的同學步道 然後走走走走走到 從那邊走走這個水汁 然後直接進入校園 這段路是安全的 這段路是有教育的 這段路是生態 綠色的 我到那學校去演講 講給那校長 校長也蠻感動的啊 就是說 開始做了 我們就開始做了 做了很多的規劃 結果十年了 包包了十七次 其實還包不出去 真的是 所以是 對不對 我們就規劃出來 然後這就是我帶他 欸 我不是蝦子 不要誤會了 帶他在太陽眼睛 這張把我拍得像那個消防期的 我就常帶 這些全部是他們小學 這些學校的老師 對不對 我就示範他們帶一次 帶他們一次 看 這條就是第二支菌 然後皮糖等等 然後 這是2-5號皮糖 就是被RCA污染掉的皮糖 旁邊這個有一個老社區 叫龍鳳社區 就是很多 最近不是出了一本 我忘掉這書名嗎 就是 RCA這些受難者 很多人都理矮 總會有一百多個理矮 好像有好多人死掉 他們 他們是小蝦米最大經理的 大經理是誰 陳昌文的那個履歷事務所 履歷法律事務所是幫RCA打官司的 然後這些小蝦米他們沒有錢啊 就全部一些年輕的律師 有一個律師還是忙了 這真正的小蝦米 他看不見他也可以做義務的辯論 這群律師團 跟陳昌文的履歷律師團兩個對抗 竟然贏了 RCA必須賠償不多 好像十幾億而已 十幾億也 範圍不了他們的健康 一百多個的馬力 一百多個都這樣死掉 各種的癌症 就是喝的那個水 他們就是把那污染倒到地下水 再抽到地下水 煮給那些員工 夭壽 對不對 後來就急一計劃 這些員工就住在這個社區 那我就 我有去荷蘭去討查 他們就有很多生態社區 後來我就跟很多 朋友去研究 這些水可能有污染沒有關係 我們種一些水生的植物 停水性的植物 沉水性的植物 每一個植物都有可以 一個工人他可以去種金屬 他可以去找什麼菌子裏去 總而言之是有可能全部把它淨化 那這個地方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清水變雞湯 這個老舊之後就可以再耕、再燒、再造 我已經憲聖物提議好沒有字 聽不到 那國平堂倒了也不爽 民進堂起來了也不爽 我不知道找哪一檔 就自己出來學出來 那另外一個叫紅植色的區域 越來越接近所謂的航空城 這紅植色區 紅植區應該皮糖這麼的多 老豬都是皮糖 老房子也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們就想這邊未來的航空城 假如真蓋起來的話 那個新的天際線 那這個舊的皮糖 跟新的天際線怎麼去看 你看在這皮糖裡面 曾經啊 這2至18號皮糖 這邊有一個大華國小 大華國小前身就是一個 他們叫空軍子弟小學 因為這邊有一個空軍基地 後來叫海軍基地 你們聽過那U2偵察機嗎 就是從那邊起飛 然後他們的子弟就練這個小學 這小學有他們老師帶領一下 他們發現他們做了一個網站 一年他們觀察出有一千多種鳥 一千多種一片鳥 一千多種 然後在那個鳥跡最旺的時候 單天可以觀察到四十種鳥 所以這2至18被他們一捧起來 一個變成桃園那個鳥跡的一個主要的會場 這好死不死 這紅族社區的那個就蘆族鄉公所 竟然在那個皮糖旁邊蓋一個老人活動中心 那老人活動中心最喜歡唱那個卡拉OK 一唱 哦 真的我的青春跟小鳥一樣的活躍 可是你看他們當時的努力 在那麼多皮糖裡面 他們調查出非常多的生產 對不對 所以我說小學 你看這個小學 它一公里半地以內有這麼多的皮糖 然後它的整個環境 這小學在這裡 旁邊有那麼多的皮糖 人人 對不對 那只要好好利用 這都是桃園 那我都會帶我的學生去參觀 可是你們有需要 我也帶你們去參觀 不過你們要擠到這裡 好 再來就是新屋鄉了 新屋鄉現在叫新屋區 新屋鄉 新屋區算在桃園市最偏遠的地方 前一陣子還有人在臉書上發動說 我們是老老的不曾救救國外 所以我們要發動公民投票 我們要脫離桃園市 我們要加入新竹縣 奇怪 人家都巴不能結到燕霞市 因為新竹縣比較有錢 對不對 後來我在臉書就把我們看了 放屁 我們在新屋鄉給你多少錢 做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個叫做紅屋 好漂亮 夕陽西下的時候 我最喜歡在那邊看戲 也就是後來這黃小牙放的地方 靠 這個黃小牙放在這地方 旁邊的一些籠地有沒有 錢物本來是種田的 錢物把它清掉 上面鋪柏油 鋪水泥 變成停車場 他賺了停車位 不過那兩個月吧 可是榮堤就一去而互還 他們也不在那裡 他希望趕快變成建帝 那有那時候也利用你看 這就是新屋的老街 你看 我們說有什麼 以前有故城 這個新屋老街是故城的貧塘 對不對 你騎個腳踏車繞一圈 你可以經過14個貧塘 對不對 然後這邊永安漁港 對不對 所以有提出一個 這個是雙子機的計畫 用貧塘來串聯 對不對 用貧塘來串聯這兩個雙子機 這是市區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公共的設施 公共有生態的活物館 很多的偵開的活物館等等 然後利用這雙子機 自行遮廊道 這邊結合所謂 討異大型系統跟貨物巨大型系統 中間就有很多皮膏 然後所謂的雙子機計畫 這個計畫不是要拿去做證件挖錶嗎? 第一屆給他騙到 第二屆他就滑了 這就是我們當時做出來的 對不對? 很多活物館啊 等等 把它又掛了 哼哼 怎麼會按捏啊 又掛了 終於了 好了啦 A色可以換了啦 我們把都用 Apple 都用 Apple 可以 差不多啦 可以 差不多啦 可以了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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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lk 人 受 想呢 之後 如果 我可能會做 我可以 猜猜 站 가 我當時就想 你用捷耳皮堂跟當地有很多所謂生態博物館 把整個西武鄉串連成一個 然後我們也做了一些景觀的設施 捷耳皮堂的一個人 當年我們提出這個計畫 還曾經得過全國城鄉立貌改造的第一名 拿到一億的預算 可是這個預算被他們那些居民拿去辦港 我有這個建議 因為那個新婦很特別 他很多藝術家像范家明道先生 像謝春哲還有郭恆雄 都是很有名的藝術家 然後我也在這個新婦鄉辦所謂的 鼻堂高溫味 告訴說新婦鄉的東西 這是在新婦鄉的部分 然後在其他的地方我也做了很多 這是 這是龍潭的地方 龍潭有30個村 我不可能每個村都做 我就舉幾個例子 有八德村、牧樹林村等等 那我們這邊就舉八德的村 黃塘村來跟各位介紹 為什麼會選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有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蹄塘啊、水浸啊 都在這個地方集合 特別龍潭 龍潭是上面一點有石門大浸 下面一點有桃園大浸 當然還有一個水、蹄塘還有一些水力工程等等 這就是石門大浸 這個石門大浸旁邊的巡峻道路已經規劃成一條自行車道 所以各位同學 真的不用花很多錢 因為古優馬又很難買 不要去台東什麼觀戰自行車道 也不要去騎什麼金城武術 對不對 你就到這個吧 石門水庫旁邊的那個石門大浸的巡峻車道 我常講這個叫做聖寧縣自行車道 這叫聖寧縣 因為騎著腳踏車你就會看到那個大大街 然後過去就是這種 這裡就是雪山 大大街跟雪山這條連線就我們叫做聖寧縣 你就騎著腳踏車就看到我身體不見 我現在有點偷懶 因為最近去動手術 結果掉回來 所以我現在比較沒有腫 別擋 不然以前我們都在那邊 每天都躺著騎腳踏車在那邊走來走去 結果去年嘛 50中年慶 石門水庫族的50中年慶 2014年 他們就半五年 我在那邊擠啊 早上下面 欸 當然平常水浸是不能下去 下去會死掉的 開玩笑 那時候就把水浸水放得很低 直到膝蓋這邊 然後放很多魚了 對不對 一邊走水浸一邊撈魚 那魚真的很多 我看每個人撈五六條 歐溜拉炒魚 回去吃一個禮拜 那50中年才會半個禮拜 他意思是說 他不是五星 你是走水浸 一年只走一次 他講說水浸 蹄塘 這可以跟我們日常的生活做一種緊密的結合 然後這就黃塘村 黃塘村有很多蹄塘 很多水浸等等 然後跟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村子裡面的那些資源 做一種緊密結合 你看 你可以做一個整體的色照的東西 他這邊就是我們調查出來的 泰台都挺漂亮的 這沒什麼啦 五五蝦米 桃園縣很多村子都是這樣子 在台北是不太容易看到這個 所以在桃園縣很多 那你就 這些東西跟疑塘跟水浸做一種結合 村 每個村子都有他的一個色照的一個基礎 社區發展的藍土等等 我特別要指 我特別要指的就是下面這一個 巴德村蹄膚草綿香的結合 聽說啦 以前在台灣蹄塘 砸滿了蹄膚草 蹄膚草是一個通常長在高尾度國家 那台灣是比較低尾度國家 台灣是世界這麼低的尾度裡面 還可以看到蹄膚草的 特殊的地方 那蹄膚草有什麼特別呢 他花不是很大 不像荷花那麼漂亮 可是他一個生態指標 他很計較他的環境 譬如說他的水質不夠乾淨的話 他不長 他會死啊對不對 所以 當我們把那個水質呼籲成功的時候 就試種蹄膚草 蹄膚草能夠長起來的話 這水質就OK了 他是一個生態指標 所以 以前桃園的蹄膚水都很乾淨 因為他還種田灌溉 所以桃園到處都是蹄膚草 為什麼呢 因為蹄膚草下面那個水淨口 疊下來 聽說早期是 都拿去賣給日本的 大家都是日本人 做一種 可以治療女性 就調一定的涼藥 怎麼樣都吃重量湯 以前沒有中藥他們就用這種東西的治療 男生不懂 女生才短 所以 他們都很願意種蹄膚草 那個東西變成經濟作物 那可以拿去賣 現在沒有人要買 日本人不買 加上水質 骯髒 所以 台灣的蹄膚草 一下子全部都變絕掉 然後後來 有一位 就在巴德村 這巴德村跟巴德區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正台灣到處都喜歡什麼中正中山四圍巴德 對不對 其實他的名字很好聽叫橫鋼背 橫鋼又是一條山峰 他的陰面跟陽面 陰面就是背部叫橫鋼背 可是偏偏要改成巴德村 所以我常常辦活動 我說巴德村集合 他跑到巴德市集集合 就等半天他們來不了 好 這是他那個地 我必須要舉出來 這個不得了 就是龍潭科學園園區 就是阿扁判無期讀因 阿扁的罪現在基本上都無罪 只有這條罪是無期讀因 不過他現在也跑出來晃 不用管 好 巴德科學園園區只有幾個大工廠優達啦 光電板 那個水一定很危險 對不對 那我們就想說這個水怎麼樣克服 我就找到這位吳森毅先生 我會叫他這個是神龍寺 神龍寺常百少爐 他佐配在台灣去找各種的水生植物 能夠進化水生植物 他就找取了 然後在這邊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你看 這些水塘 皮糖很小 本來都是水質不太好 被他一改善以後 現在就種檳檬草 所以現在種了檳檬草 他們又把它移植到台灣的故族 所以像石門香 像八菸那邊很多 基田有沒有 他們把它種水 又從這邊的 這邊呼籲好的檳檬草 把它移植到那邊去 所以有那麼一天以後 台灣乾淨的水塘就佈滿了檳檬草 對不對 那檳檬草比較特別 高尾度的檳檬草一年只能開發一次 一季 所以可能是春天開發 什麼時候開發 可是台湾的檳檬草四季開發 所以你不關係 你不管什麼時候去桃園那邊看完 你就看到檳檬草 很漂亮 好 那我們就把這些生態還是以小學 反正我到一個村子就找那邊的小學 老師願意跟我合作 校長願意跟我做就跟他合作 大部分都是不願意的 每個腦袋都想著 安全一下子 那跟我們合作 我們就會跟他辦很多個活動 第一點 橫剛貝那邊出了一個 龍潭有一叫中肇鎮有沒有 然後他的學生叫做洪輝月你不知道 我覺得什麼光芒都給中肇鎮吸光了 應該留一點給別人 這個橫剛貝這個村子很特別 音樂方面他出了一個電影篇 電影篇在那邊長大了 文學裡面就洪輝月 洪輝月你們大概不認識 他得過胡卓流文學獎 表示他的文學造力的生活 他只做一種兒童文學 兒童的詩歌 所以他任教的小學生 就要帶出來 就在那邊有一個橫剛貝就是得龍國小 我到他們廁所去觀察 當然小學廁所是藍廁所 女廁所沒去 每一個小便斗上面是一首學生寫得很紅詩的 我也像你們就說來衝衝 去衝衝 這樣死了死了 或者說請進一步 體系什麼公有的辛苦 他沒有 他就是一首很可愛的童詩 講水蓮花就很紅 你看到童詩就很自然 欸 蛋 對不對 我們年紀大了常常都有這種困難 看了童詩以後 啊 很自然的抬掉了 對不對 癢 這個東西 你看他們就是用 而且這種客家話在念童詩 對不對 這些童詩是小學生做的 很精彩喔 然後戶外我們就做那個 蹄塘教育教學等等 所以說最後我們來講 怎麼做好一個以蹄塘為主的社區營造 我們就是我們的專業團隊 然後結合社區的發展協會 溫時工作室 就像這些都是社區的人 這些社區的人 我們跟他們結合以後 然後找一些學校老師 志工 請出鄉主教學 然後有可能的話 總是要錢嘛 那像社會企業也好 我們從Flybee去認捐 或者去找 像這個巴德純這邊就有那個農潭科學園區 那些高科技的怎麼有拿 搞個幾百萬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結合 我們就可以做出一些東西出來 巴德純假如能夠成功的話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樣板示範點 就可以擴及到桃園甚至全台灣的各鄉各地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對保持桃園的蹄塘文化 利用蹄塘文化來跟城鄉建設做這種結合 其實我是覺得充滿著非常好的信息 也充滿著非常多的想法 只是我在波隆岡已經休息了很久 怎麼劉備都還不來找我 就是可惜這樣子 所以我不能再等了 所以我就常常自己跑到小學去演講 碰到好的校長就全校開放給我聽 全會來聽我的演講 或者是我就指導他們的老師 做一些相互課教材的製作等等 然後應用我的關係 找一些志工跟我一起合作 做一些實地的參訪跟導覽等等 訓練完以後 他們就可以留在當地做一些導覽的志工跟導覽 這就是我們常常在做的這個事情 腳踏車的參觀 平堂 水生態的介紹 屏風潮等等 更多的就是我們現在越多越多的媒體 天下雜誌 遠見雜誌 大愛電視台 華視 中視 巴拉巴拉一大堆都會開始來採訪 所以現在皮堂已經變成在桃園的大家的共識 桃園的皮堂 要保存 要保存 可是都跪以口套 我們要的實際的動作 對不對 他們喊皮堂還是在炒皮堂 那就一點異憾都沒有 你知道嗎 現在還在炒皮堂 我們實時在桃園還是看到一些地址就把皮堂給填掉 就像我們常說文化資產的保存 我像你們年輕朋友們 也常常看 去做投入那些文化資產的保存 可是 那些文化資產的Stakeholder 就是擁有者 他看大家來保存的時候 惡話不說 找怪手就先把他拆了 以防夜場夢多 他們就怕萬一被文件會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指定為歷史建築或古蹟的話 那完蛋了 所以這種文化保存 歷史保存 生態的保存的價值 義務 權利 政府要花很多錢去做宣傳 不能靠我們靠演講 其實有沒有用 我們要宣傳 讓社會大眾 讓皮堂擁有者發現 你擁有的是一片 不是一塊土地 而是一個財物 我常常跟他講說 我們跟各位說 你俄國他有的時候 只要一塊石地 一公頃的石地是9000美金 你這石地躺在那邊就是 一年就可以賺9000美金 一公頃 太難算 我們就算一萬塊美金 就30萬台幣好了 對不對 一公頃 台灣的皮堂 一口 瓶頸是6公頃 3000口是多少 在層上 以30萬台幣 就是什麼都不幹 這就是我們應該可以拿到的錢 可是我們在上面幹很多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賺更多的錢 這是永續的 sustainable green的 可是你把當作土地買賣 贏貨良氣 土地一賣掉就 永不回復了 這是吳之洋的副縣長聽不懂 我跟他們面對一面 他要告我 你騙我 我不會 我打瓜事 我只要賣土地 賣皮堂 我全家死光光 會萬 全家死光光 是全家死光光 你說seven 死光光 那個傢伙 現在還讓他們虛掌等等 所以我藍綠倫鎮 你沒有用嗎 最後還是回歸社區 社區 藏戶移民 社區的力量才是我們做 皮堂保存運動的最重要的 光靠我們喊六點 光靠我們那邊消費檔 要社區自己有覺悟 自己做出來 所以我在努力了這麼多年以後 我發覺 開始有擾動 社區開始擾動起來 可是要真正的發芽 茁壯 成長 還是一條非常非常長的力量 可是我就擔心等不及了 因為皮堂還是用一個我們沒辦法想像的速度 在一會一會消失 一會一會消失 那政府不是聽不懂 他們不想做 大家都等著安全下樁 對不對 那我們做了多少事情 大概我們直接講 剩下我還有一點時間 有問題儘量問我沒關係 謝謝各位